龙叔是纽约街头的一名普通司机 今天接到一位奇怪顾客 妹子赶时间上班 开双倍工资 要求化完装之前赶到 妹子一边化妆 一边观察龙叔开车 发现这小伙技术真不是该的 一番动感飙车过后 妹子准时来到上班地点 拧走前还帮龙叔介绍了份工作 原来妹子的身份不一般 她是美国传奇特工邦德家的女管家 这次找上龙叔 就是为了要考察她的车技 龙叔有着九次掉扣家的光荣记录 但从未出过车祸 开车身又稳又快 管家决定让她给邦德开车 月薪八万 包吃包住 这可比她一月三千工资高多了 龙叔听后立刻答应下来 上班第一天 龙叔便见识到邦德哥高超的炮牛手段 还没说好三句话 妹子已经被忽悠着心潮澎湃 跟着邦德哥回了家 舞会上一套丝滑小连招 妹子被彻底征服 一番不可描述的情节过后 龙叔带着邦德哥出来补充能量 不料刚买完汉堡 两岸就撞到一个醉酒壮汉 龙叔还想着道歉 邦德哥连忙催促开车离开 原来就在刚才 对方趁着龙叔不注意 将一个跟踪器安装在车屁股上 再将炸弹放在滑板上 自动跟随 眼看形势不妙 龙叔开车狂飙 可炸弹太过灵活 龙叔无奈只能把车开进小巷 千军一发之际 邦德哥带着龙叔成功跳车 随着一声巨响 炸弹在二人身后爆炸 邦德哥身受重伤 盔甲还厉害的战衣 只要用手表选择相关模式 便可以让创意者拥有超人般的身手 龙叔手滑选择破坏模式 身体突然不受控制 一连十几个后空翻 将面前所有东西摧毁 龙叔赶紧换下一个 这次是舞蹈模式 就在龙叔摸手战衣功能时 意外接到钟情局的电话 上头给邦德哥安排了一个新搭档 小玉 共同调查反派胡子哥 胡子哥是全球最大饮用水公司的老板 之前邦德哥遇害 就是他在背后吓的黑手 为了查出胡子哥的犯罪真相 龙叔决定假扮特工邦德 来跟小玉碰头 两人约定好见面暗号 结果龙叔在公园认错了人 大姐将他一顿胖揍 原来小玉临时把街头时间改到晚上 简单碰面之后 小玉惊讶于龙叔亚洲人的面孔 可毕竟是第一次出任务 他哪敢跟传奇特工顶嘴 两人来到水塔上发射监听设备 龙叔打开燕尾符射击功能 瞬间化身神枪手 小玉立刻开始监听 不掉下一秒 一根绳子就套在龙叔头上 原来是胡子叔的安保发现了他们 龙叔立刻开启燕尾符战斗模式 小玉一直戴着耳机 没能听到龙叔的呼救 等一声到不对的时候 龙叔已经被干趴下 小玉终于反应过来 一套带兔兴奋拳 打得是有模有样 稀里糊涂就把人全放跑了 等小玉打算救龙叔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龙叔从炉顶掉了下去 幸好一副主动开启蜘蛛侠模式 不然龙叔就要领和饭了 小玉觉得自己害死了龙叔 连忙开车跑路 不掉刚出门口 就看到如此惊人的一幕 小玉直呼开挂 第一次任务失败 小玉决定带着龙叔 混进胡子哥的聚会窃取情报 在后台他们遇见了明星胖叔 准备上去合影 不掉衣服有自动防卫功能 胖叔被直接撂倒 演出马上开始 龙叔只能硬着头皮上台 他开启歌王模式 搭配着魔性舞步 引爆全场 龙叔迷人的小翘吞 引得胡子哥女伴尖叫连连 胡子哥脸都变绿的 但还是贴心的 为他们准备总统套房 看龙叔已经得手 小玉也是连忙上前勾引胡子哥 可没成想 人家早识破了他特工的身份 起身拍拍屁股走人 这边龙叔的拷问 也来到最艰难的一步 为了一个情报 龙叔差点交出身子 就在龙叔想提上裤子走人的时候 一群人冲了进来 原来这些都是大胡子的安排 让女友去接待龙叔 然后趁机扒掉他身上的衣服 再派人把他干掉 龙叔用手表控制裤子 一边打一边穿 拿上裤垫的那一刻 站立直接翻背 轻松解决的这些小弟 他们这才知道身份暴露 赶紧逃了出去 接着他们决定去大胡子家里调查 他们在泳池中间 发现一间实验室 原来胡子哥在研制一种新型病毒 人体摄入之后会引发脱水症 化作干湿 邦德哥之前的搭档就是死于病毒 胡子哥一直计划把病毒 放在水蜘蛛上 感染全球水源 这样他公司的纯净水就能称霸世界 男人得知真相准备开溜 不让龙叔司机身份暴露 愤怒的小玉以为他是卧底 拿墙逼迫龙叔脱掉燕尾夫 龙叔也解释不清 只能照做 回到家 龙叔写信告诉重伤的邦德哥 自己把事情搞砸 还把燕尾夫弄丢 收拾行李是意外发现 邦德哥给他留了另外一套燕尾夫 一切都在计划中 另一边舞会上 胡子哥抓住了想逃跑的小玉 为了自保 小玉只能交出燕尾夫博取信任 穿上燕尾夫的胡子哥就像吃了大力丸 一连十几个空翻都不带喘气 龙叔独自一人来到实验室 新燕尾夫并没有原版强大的战力 龙叔只能将计就计 混进实验室 小玉本想施展美人计拖延时间 可胡子哥压根不吃这一套 打算释放水蜘蛛污染全球水源 龙叔一看也不装了 其身跟胡子哥开始PK 混乱中 小玉一杯流传泼在控制台上 释放装置直接熄火 胡子哥飞身上去手动释放 龙叔此刻还想阻拦 可依旧敌不过完全体的胡子哥 两人就这样被高高举起 沿途着小玉就要断气 龙叔灵机一动 掏出一根香烟放在小玉嘴边 绅士系统自行启动 龙叔趁这个机会一套王八拳上去 把胡子哥打晕 但温基并没有解除 水蜘蛛盘旋在实验室上空 等待着母虫指挥 可母虫并没有立刻起飞 他看上去很喜欢小玉 静止落在鼻子上 龙叔连忙用鼻子扣住 胡子哥的手下一拥而上 打斗中 胡子哥也是缓过进来 一声怒吼 气势全开冲了过来 龙叔反手把虫子丢得过去 正落在胡子哥嘴里 一代小熊胡子哥正式领了喝饭 最后 中情局特工前来收拾残局 成功遏制病毒的蔓延 龙叔也向小玉表白 故事到此结束 喜欢龙叔的小伙伴可自行观看